請問一下 董主名的《敏夜傳》的聯繫劇 原來敏夜就是秦始皇的祖母 高祖母 那個秦始皇又怎麼來了 他又怎麼樣報政 後來又怎麼樣被推翻了 好 那這個秦朝王 在位滿久的 他到處征討 他啟用大將軍白祺 然後攻打趙國 白祺也會打仗 秦朝長平之戰 就坑殺趙族45萬 45萬的祥族 白祺當然就把他挖個坑 讓這個祥族都跳到坑裡面 把他埋起來 就坑殺趙族45萬 那我們知道一場戰爭可能死個5萬10萬 這場戰爭死了45萬 可是當時戰爭的場面非常浩大 他們知道秦國從上央變化之後 軍事能量就非常強大 秦朝王過世之後就傳給孝文王 孝文王大概53歲即位 他當了太子 當了十幾年的時間都當太子 53歲即位 只有登基三天就死掉 登基三天就死掉 三天死掉之後傳給他的兒子 就是莊襄王 莊襄王是誰 當然就是藝人 就是秦始皇的一個父親 當時當然諸侯在打仗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派自己的王子 到對方的國家去當作人質 你知道國王裡面有很多小孩子 就像大概二十幾個小孩 去派人質的當然不是太子 都是素質 這個藝人就是他一個素質 到趙國當仁質 這時候趙國商人李不韋 一個是有錢人大商人 看到一個仁質 因為仁質的處境都很艱困 因為如果秦國愛的攻打趙國 趙國國軍就氣憤的 就把仁質殺掉 所以仁質的處境當然非常艱困 加上他等於說不是皇帝 國王寵愛的 秦皇寵愛的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資源 李不韋看到藝人這個仁質 覺得很有價值 所以他又有錢 所以就幫藝人來運作 先給藝人五百斤 讓他有錢 有錢可以跟趙國的王公大臣來交往 培養情感 另外他買了很多的珍寶 回到秦國去 當時這個華陽夫人 就比較有寵 可是他沒有兒子 李不韋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年紀輕輕的 很年輕貌美 得到秦皇的喜歡 可是百年之後 誰人奉養你 因為你也沒有兒子 如果別人當秦皇 那你就沒有兒子 你就被拋棄 地位就下降 這個華陽夫人想也對 李不韋當然就 也費落了旁邊的一些人 所以就跟他講說 那你不如收養 那個職屬藝人 藝人當作你的兒子 當作兒子 當然聽說也有道理 就聽從李不韋的意見 那當然李不韋在趙國 當然就是有錢商的 所以他也養了很多的機械 那這時候一個趙雞 趙雞很漂亮 那藝人 藝人看重這個趙雞 可是趙雞是有身孕的 李不韋本來心裡 有點不甘心 這是我的寵雞 這個我愛的女人 結果你要我這個心愛女人 有點不捨 不過他已經投下那麼多了 然後這個所有的家產 幾乎已經投下去了 所以當然也只有忍痛 把那個趙雞獻給藝人 那藝人對這個 他的趙雞很喜安 雖然可能有身孕 可是這個過了十二個月 才生下秦始皇 那個藝人也不知道趙雞有生孕 可能是隱瞞她的 因為可是就十二個月 就實際記載 一般女生懷孕十個月 懷孕十個月 懷孕十二個月才生下秦始皇 所以可見秦始皇應該是 趙雞跟李不韋的兒子 李不韋生的兒子 那藝人回到秦國之後 透過李不韋的映作 那就敬見了懷孕夫人 那就改名為子楚 因為他是楚國人 楚國的兒子 叫子楚 所以後來 就可以繼承王位 那就是藝人的爸爸死掉了 他就繼承王位 因為他繼位三天之後 當然就過世了 過世了他是太子 理所當然就繼承王位 這個就是李氏春秋裡面所寫的 那個趙雞長得非常漂亮 是 身材又很好 他旁邊又還有一個老尾 老尾也滿喜歡趙雞的 聽說李不韋把老婆送到皇宮裡面 當皇后了 當了皇后 李不韋就不方便跟他見面 但是趙雞還常常找李不韋 叫他進宮 他說他在宮裡面很寂寞 很寂寞他就找那個 以前跟他患難的老尾也 叫他把他淹掉 淹掉 老尾也就收買了宦官 沒有淹 沒有淹 就進入宮裡面 來侍奉這個趙雞 後來就跟趙雞又生了小孩 聽說秦始皇 這個會很暴力 心情非常不好 就會暴政 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對 這個歷史也是這麼記載 還有什麼滴血認清 對 秦始皇一人就在位三年就過世 過世了 然後就傳位給秦始皇 秦始皇這時候才十來歲而已 才十三歲 十三歲的小孩當然不可能處理政務 所以國政就由李不韋 李不韋跟趙氏 趙太后的手裡 趙太后我們知道秦始皇十三歲 趙太后如果也是十來歲生秦始皇的話 這時候趙太后也才三十來歲 所以她正青春的時候 當然年輕茫美有她的需求 當然 李不韋也不方便跟她在一起 李不韋當了向國之後當然要避邪 因為她也知道 婚姻是東窗四花 當然也不好聽 當然也很嚴重 不能總是偷偷摸摸的進攻 當然就找烙癌 剛剛講烙癌它可能性功能很強 聽說它有特殊的能力 特殊的能力 聽說有吃一種藥 可能是像現在的胃阿剛一樣 當然是沒有 她試試當然是 在比較特殊方面 有特殊性 那個趙姬非常滿意 滿足的趙姬 滿足趙姬 趙姬當然很難虛手無吐 當然就找烙癌進攻 我們知道皇宮裡面 裡面就只有皇帝國王跟太監 才能在住在皇宮裡面 所以到來就必須當宦官去世 當然就買通了宦官的人 就沒有淹乾淨 把他鬍子拔掉 當作宦官軍區 那後來就當然 古代沒有病這樣的一個功用 所以後來就趙姬 就生了兩個小孩 那事情當然就被 親雙發生 因為這個腦癌 他偷吃他也不插嘴 就到處人家 所以他跟太后 有一段情 又生了小孩 言如太上皇 逢人就說 當然就傳到了親雙手中 那親雙手中當然就察覺了 當然就是準備對老爺動手 當然這時候當然就先發自人 就找了家僕 還有一些人 來開始模仿 攻打皇宮 當然他不是親雙手中的對手 後來就被抓了 被抓了就被殺掉了 那李不韋 李不韋因為事到千年 查一查到李不韋身上 那李不韋當時是相國 是假象 又是重戶 重戶就是 異父 異父 這個權力非常大 那因為老爺的關係 太后的關係 所以他就服毒自殺 服毒自殺 那當然這個 李不韋當然這個下場 也不是很好 後來這個秦始皇 又被誰推翻了 聽說以前還開始的時候 有張良 荊科刺秦王的故事 荊科刺秦王主要是秦國 當然就 秦始皇在會的時候 要攻打六國 六國要去攻打燕國 燕國 燕太子丹曾經在秦國當人子 當人子 後來放回去的時候 秦國要攻打燕國 燕國 太子丹就趕快找了 一些義士 去刺秦王 就找了荊科刺秦王 荊科刺秦王 荊科刺秦王當然 可能會成功 因為他把匕首放在地圖裡面 你知道圖窮匕首劍 他本來拿了匕首 有機會是把秦王刺死的 在刺的時候 可是他沒有一刀 就把秦王刺死 為什麼 因為他想 夾持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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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歸還 侵占燕國的領土 就是在齊桓宮的時候 有一次曹潰 齊桓宮去攻打魯國 曹潰剛好用小祭 用匕首 夾持齊桓宮 要他歸還魯國的師徒 當然 齊桓宮得救之後 我答應你 就歸還師徒 朝貴當然就下來 齊桓宮脫離危險之後 他本來要還回 因為他有大軍 在大軍隊 去攻打魯國 所以他本來還回 這時候管仲就跟他講說 你答應人家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不能還回 所以齊桓宮就答應 歸還魯國的師徒 就答應朝貴的條件 當然是必不得已的 後來因為各國諸侯聽到齊桓宮 很講信用 所以大家都來跟隨齊桓宮 秦始皇當然就 荊克吃齊桓 荊克也想笑話朝貴 就把秦皇加持了 加持了之後 讓他歸還 這個燕國的搶奪的城池 那荊克是這樣的想法 可是我們知道 後來秦始皇背後有劍 因為在兵荒滿亂的時候 秦始皇也忘記他背後有個劍 那這時候有一個衣冠 衣冠也在旁邊 也就是當場 沒有衛士 就只有衣冠 還有一個荊克 還有這個荊克 還有這個荊克 那這個衣冠就用腰帶去打荊克 然後葉冠就跟秦始皇講說 大王你背後有劍 背後有劍 當然秦始皇在驚覺 就剛剛拿劍 就把荊克刺死 所以荊克刺秦皇失敗 他是有機會 可以把秦始皇刺死的 只是後來他想用 用效法朝貴去加持秦皇 所以荊克刺秦始皇就失敗了 原來荊克是有機會殺死秦始皇的 是因為這個 要用一種效法 曹貴 是這樣子 那這個秦始皇 最後 怎麼又會被推翻掉 那秦始皇 我們知道秦的法令非常嚴苛 相當變化的法令非常嚴苛 肉刑 斤刑 斷刑 斷手斷腳的 還有很多的刑法 超刑法嚴固 加上秦始皇即位之後 又怕六國返判 把各國的兵器都沒收 鑄成蛇耳金人 又修長城 又做鵝皇宮 所以異名過重 老百姓苦不堪言 秦始皇經常遊姓天下 在秦始皇37年的時候出遊會計 他在出遊會計的時候 當然不幸 就死在途中 死在途中 那當時只有這個李斯 趙高 還有他的小兒子 胡亥跟隨的 那當然秦始皇病重的時候 曾經寫個詔書 要他這個趙高 還有李斯宰相王 把他大兒子胡叔 找回來 小兒子的繼承王位 可是這個趙高跟李斯 就和摩 趙高跟李斯講說 你的前衛跟秦王的一個關係 有跟蒙田 因為蒙田是胡叔的大將軍 所以怕他們兩個宰相 就沒辦法當了 所以趙高就跟李斯和摩 就假召把胡叔誓死 他大兒子誓死 然後就把王位 傳給小兒子胡亥 胡二二四 那胡亥繼位之後 因為他得位不正 又怕這些諸兄弟 來跟他搶王位 所以這個胡亥 就用忌 把那些秦始皇的兄弟 都殺掉 那秦始皇大概有 二十幾個兒子 胡亥是最小的 所以他前面的哥哥 都幾乎被殺了 被殺了 包括姊姊都被殺光了 所以秦始皇後來當然 亡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其他的宗士 來胡佐 秦始皇我們就知道 非常殘暴 對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下毒手 對其他人更不用說 更不用說 其實秦始皇沒有秦始皇 那麼殘暴 對 這個浮害比秦始皇更殘暴 對 所以會被推翻 所以會有項羽 還有劉邦來推翻 最後秦朝就這樣被他推翻了 對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歷史講故事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下次有機會 我們的陳京城教授 再跟大家一起來談歷史 好 好